今天,全世界都在关注一件大事 那就是特朗普和普京的会谈 但这次秘密会谈给世界留下了难解的谜谊 刚刚,特朗普与普京公开见面寒暄了一会 然后就转入了两人单独的闭门会谈 没有任何人在场,除了他们俩 所有人都在好奇 为什么特朗普和普京需要秘密会见 而不能让其他人在场 这是全世界都关注的大事 尤其是在通俄门如此惹人注意的情况下 特朗普还搞秘密外交 这不得不让人怀疑他和普京之间是否存在秘密交易 为此,美国白宫给出了几点理由 因为这几点理由 所以特朗普必须和普京秘密见面 特朗普希望亲自评估同普京的关系 并发展同普京作为国家领导人之间的关系 特朗普对以前与外国领导人的会谈 泄密感到愤怒 希望这次与普京的会面不会有敏感信息泄露 特朗普不希望有助手在场 因为他们可能对俄罗斯持更强硬立场 会在与普京的谈话中削弱或打断他 这三点理由是特朗普的白宫给出的 但实际上没有任何一点是充足的理由 让人觉得很荒唐 第一点 难道只有两个人见面就能发展私人友谊 这显然是难以成立的 而且这是国家级会面 二 如果担心泄密的话 那只需要增加一两个人在场就行了 如果泄密的话 就是第三个人 而且也容易偏清嫌疑 三 如果只让一两个官员在场 并禁止他们发言 又如何会对俄罗斯强硬呢 这让人废以所思 特朗普过去是见谁对谁 但是从来没有对过普京 反而不断地发生讨好普京 这确实让人吃惊 特朗普表示 他将和普京谈贸易到军事问题 从火箭到核武器 还有中国 各个重要话题都将会涉及 但实际上这些话题 都属于正常的国事访问话题 完全可以公开 没有所谓的秘密可言 我个人认为 这次秘密的特朗会 是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 特朗普必须冒险地举动 因为美国仍然在通俄门的问题上穷追不舍 让特朗普感到很大的压力 尤其是这次会见钱 美国就起诉了十多名俄罗斯涉嫌通俄门的特工 给特朗普施加了压力 但是美国和俄罗斯目前在各个地方都斗得很厉害 而且很容易擦枪走火 特朗普为了表达对俄罗斯的表面上的仇恨 经常故意对俄罗斯采取非常严厉的态度 但这不过是一场演戏 特朗普实际上对俄罗斯还是不错的 无论是在叙利亚战场还是在石油价格上 在叙利亚战场上 美国几次空袭叙利亚 都没有对俄罗斯的士兵造成伤亡 因为俄罗斯士兵收到消息提前转移了 这很可能是特朗普与普京之间达成了默契 否则的话 大规模的空袭前一天 俄罗斯士兵就转移 连续两次 这也太巧合了 还有就是美国与俄罗斯的共同利益都在能源领域 高油价显然是美国和俄罗斯的利好 而特朗普退出伊朗核协议 导致全球油价高涨 而俄罗斯也从中获得巨大的利益 可以说 没有特朗普退出伊朗核协议 俄罗斯的经济会因为油价下跌而崩溃 以上 都是特朗普在报答俄罗斯 最大的原因就是特朗普与俄罗斯有秘密交易 或者说特朗普有不利的证据被俄罗斯掌握和控制 这也是美国通俄门愈演愈烈的原因 美国投入了巨大的力量调查通俄门 这绝对不会是空穴来风 但是特朗普真的喜欢普京和俄罗斯嘛 显然不是的 而是有不利的证据被他们掌握了而已 现在特朗普必须要度过通俄门的调查 如果没有俄罗斯的配合是无法完成的 因此特朗普需要挺而走险和普京沟通 接下来互相配合 继续演戏 因为太长时间没有沟通 而且一直被盯得太紧 如果不继续和普京沟通 很容易导致因为沟通不及时而发生冲突 所以 这次特朗普要给普京一颗定心丸 让普京相信他不会危害俄罗斯的根本利益 只是夸张的凶狠的对俄罗斯演戏 要普京配合 让普京不要与死网破 抖露出特朗普集团通俄门的证据 而普京也要看特朗普对俄罗斯的争持态度 到底是怎样的 是否还可以继续相信特朗普 如果普京觉得特朗普不可靠 在美国中期选举前 故意释放一些证据给通俄门调查组 那么特朗普的中期选举就完蛋了 这也是特朗普非常担心的地方 因此 这是一次非常特殊的会谈 两个人都有自己的特殊使命和秘密的目的 这就是一场戏 毫无疑问 特朗普和普京的秘密会谈结束后 特朗普又会对俄罗斯发动新的制裁 甚至故意针对俄罗斯进行攻击 以掩盖他在通俄门中的角色 越是接近中期选举 特朗普将会表演的越卖力 但这要提前让普京知道 这只是演戏而已 不止于让普京和俄罗斯下狠手反击 特朗普是影帝 这是公认的 他还是无见到中北卧底 然而他当初没想到自己会当上总统 因此接受了俄罗斯的帮助 但当上总统后 他希望能摆脱俄罗斯的影响 因此精神分裂得非常厉害 一个影帝 原本只想把总统选举当作娱乐作秀 好好的秀一把 结果没想到竟然成功了 让他无法自拔 有心灾数数不成 无心插溜溜成因 或许是造化弄人 装换了角色 命运就是这样的爱开玩笑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